台湾之光亚洲达人秀杨士豪转着大环 来到了东华富小魔幻般的大环演出 以及充满励志的奋斗故事进行分享 也博得了全校师生热烈的掌声回应 校长包明君表示 这场讲座是学校一年一度的生命教育讲座 杨士豪把他的第一场公益演出 贡献给了东华富小 让师生们是相当的感动 亚洲达人秀杨士豪展着大环来到东华富小 除了表演模范般的大环 也分享他充满励志的奋斗故事 就算他们看不到 就是他们感觉 就是让他们真的去做接触 去做各种 我觉得光是感受 在旁边感受那件事情 就可以让他们有感觉 因为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 他没有去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要告诉家长 家长 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们 其实只要找到要陪伴他们 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其实也想强调一件事情 读书不是绝对 但我没有说读书不好 读书是我觉得在求学时期必经的阶段 但他如果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话 也一边鼓励他去做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能量可能会来得比 读书来的能量还来得强好不好 这场活动是东华富小一年一度的生命教育讲座 杨诗豪的精彩表演和生命分享 让师生们相当感动 他给我的感觉不是一个特技表演 其实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因为他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除了那一种 他除了演讲 我觉得演讲本身的内容 很能够打动人心 然后不管是跟孩子说话的语言 或者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我觉得他讲到了一种 人灵魂深处 对于真实生活的世界 跟人对于自己喜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件事情的追求 那我觉得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看他的表演 不管是跟音乐的搭配 还是他跟这个环之间的互动 其实他就是很享受在当下的表演 所以我觉得当那个音乐放下去 这个表演的这一位艺术家 他自己在当下的感觉 你可以感觉得到 他很沉浸在他的表演里面 那我觉得那样子的艺术本身 就是很打动人心 从刚才的表演中 我学到就是如果失败了 但不要放弃 尽力去争取自己可以表演的机会 然后刚才的表演很精彩 他就当大环是他的朋友一样 跟他互动跟他玩 我非常喜欢 哥哥在讲他历经的过程的时候 因为他有举例很多 他遇到挫折 他怎么去面对 然后让我们学到和文应该用什么角度去观察这个困难 杨士豪挥动着185公分 20公斤的大环 身体随着音乐旋转摆动 展现出无比的利与美 这场表演不只是单纯的大环演出 更是一种生命的奋斗要动 具有极度魔力和感染力 这场活动也带给全校师生正向的教育意义和体验 截律会欢师报导